韩瑜圈是大魏姐之谜,EXO预防单少年团,Jessica退团之谜,帝师大魏姐之谜,李志恩国际单位,是如何成为国民级爱豆的。 在韩国,打工资能够大事的几率很大,但是国际单位就是例外的存在,李志恩首先他的歌其实还好,但是却难以说出来非常火爆的神曲。 另外国际单位的言,有人能get有人get不到,其实按理来说,换作其他人都觉得不会火,但是国际单位却成为了国民级爱豆,有点不可思议。 第九大魏姐之谜,Platys只有心态在工作吗?批设的策划活动一直都受大家吐槽,就拿现在活起来的MDU Estate来说,当年出道没多久就把他们扔到了日本发展,导致两边都没有真气,幸亏靠着Produce 202,孩子们的才华再次被发现。 另外,在Produce 48中李嘉恩也是让人心疼,明明实力超好,却被公司歌剧,Up the School,无法发展。 于是大家都在说,P是收了这么多好孩子,却不好好发展。 第八大魏姐之谜,Henny的视频多大威力才让AXID咸鱼翻身呢? AXID咸鱼翻拍视频火了,但是这个视频究竟威力多大呢?点击破1000万,要知道在韩国能600万播放量就已经是大师的体现了。 这千万播放量更是让人难以捉摸的红。 第七大魏姐之谜,宇宙少女承销人气高,组合伪杀却不火,宇宙少女的中国成员承销,在中韩两国的发展,真的是越来越顺,二次元,的美貌,以及超显眼的形象。 让承销在韩国也是广告,资人皆不停,更是被综艺大神,留在时称之位承销时代。 但是,很奇怪的是,人气都这么高了,所在组合宇宙少女却日常虚红,连个水一点的意外都拿不到。 第六大魏姐之谜,Terry一夜兵点Terry皇冠团当年出道就因为首首大师歌曲,以及超级繁衍团配置,火爆的程度,已经可以直逼少女时代了。 可是就在那时,成员之间出现的内斗不合问题,导致Terry一夜成为了人人喊打的18线女团。 第五大魏姐之谜,少女时代Jessica退团之谜少女时代,作为韩国最强的女团,至今都是没有对手的。 那就在2014年,却发生了令人伤心的事,人气超高的Jessica选择退出组合,要知道作为一个死众超多的组合,失去一位成员是一件多大的事情。 而至今Jessica的退团原因还没有明确的解释。 第四大魏姐之谜,防弹少年团如何成为成为世界级明星的,小公司之光的防弹少年团,又想成为韩国一线多男,结果却成为了世界级的爱豆。 其实从花样年华开始大爆的防弹少年团,真的是开始大火。 不过很多路人却不明白,为何防弹少年团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级的爱豆男团。 第三大魏姐之谜,TWICE和少女时代到底有可比性吗? TWICE作为四代强者,稳住一位TOP不论是哪一方面都完全没有敌人,很多人就会将少女时代和TWICE进行对比,是否TWICE是新女帝? 毕竟在专辑销量上,有完播放量上,TWICE是做到了突破,但是究竟算不算得上超越少女时代呢? 这个问题难以解释。 第二大魏姐之谜,EXO和防弹少年团到底学更火,都说一山不容二虎。 在韩国男团中,EXO和防弹少年团究竟,谁才是更强更火的呢? 这个问题也是难以解释的,EXO人气获得早,逢但少年团一军突起,毕竟两团现在也是做到了势均力敌。 第一大魏姐之谜,FX发展这么好就被雪藏,FX作为韩国大事的女团,真的是独特而又有人气,但是这已经一千多天没有回归活动了,真的是让人觉得FX难道被雪藏了吗? 这一天提炭,并优独特别人说的战独特别人说的战独特别人说的,这来先是往前的斜, 如果计船无旅中,盯他们就能够得到那个穹idad传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